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和大家看看內地猛料 內地猛料一定會和大家看北京、河北方面受到暴雨襲擊 情況也是非常險峻 講到連解放軍都出動救災 我們的習主席也發出重要指示 情況是怎樣呢? 稍後統一和大家研究一下 另外,蔡天鳳案件也有些新的進展 日前進行審訊 想不到,竟然可以保釋 不是吧?保釋 內地網民對這件事也有些意見 另外,在廣州出現了有人拿刀挾持人知 最近這麼多暴力事件 稍後跟大家看看 究竟情況是怎樣 有很多很多新聞 只是說天災、下大雨 都很長時間說了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因為這些新聞比較多要和大家更新的 首先和大家看看究竟現在的災情是怎樣 同時間,因為現在的颱風 杜蘇銳 他產了上去北京、河北那邊 雖然登陸了 但是他的雨帶依然影響到 現在的情況 北京嚴重 河北就十萬火急 總之就非常嚴重 現在首先和大家看看北京方面 北京方面 由於受到颱風杜蘇銳的影響 其實由七月尾開始就連續不停下雨 有人就說兩天的雨好像下足兩個月的份量 直至到昨天為止 這一輪的強降雨造成十一人死亡 其中有兩位人士在搶險救災當中因公訊息 另外有二十七人失聯 其中四人因為搶救救災而失聯 當局就表示 因為災情遇難的人數十一人 包括門頭區四人 平昌區四人 防山區兩人 海電區一人 另外有一位就是北京消防救援總隊目 海電消防支隊一名消防員 在救援當中得不限遇難 這個我稍後會和大家詳細說一點 因為內地媒體又說他為什麼會不幸遇難 另外在門頭區一名鄉鎮幹部 在巡查過程當中不幸殉職 其他人員的失禦難人士 身份核實當中 現在有網民在小紅書貼出災情那些水一退卻之後 那個環境看到無數的車輛炒到爛了 沖到河道邊就好像災情一樣 至於北京這個洪災 我們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指示 全國各地 受到這些災難的人士 甚至乎的官員 需要全力搶救失聯人士 被困人員 做好受傷人員救治 遇難者家屬安撫工作 盡量大幅度減少傷亡的人數 要妥善安置受災的群眾 等等 盡快要恢復好電力 這就是習主席的指示 另外在北京 說到過萬元的頂級豪華酒店都吹爛了 沖爛了 有住客就求救 沒有電沒有熱水 想回家 多漂亮也好 都敵不過天災 被譽為非常頂級的酒店 房價是超過 六千到過萬 我開始以為六千萬 六千到過萬 一萬 被暴雨 洪水沖毀了 在七月尾日前 有住客在網上發貼求救 他說他自己的車 不知道是被浸了 還是沖走了 現在目前 沒有水沒有電 酒店裡面什麼都沒得做 甚至乎很緊張 叫救命 想回家 看見到到處都面目全非 那些酒店設施 全部都是爛橋爛盛 什麼都爛了 除了爛橋爛盛之外 也跟大家說一下 剛才我不是說有一位消防人員 在強降雨救災當中犧牲呢 原來根據內地媒體 說回這位北京消防員 他就是在河水暴漲的時候 推開戰友 就是救戰友 就自己被沖走 這宗新聞 我看得到之後都 英勇殉色 我都覺得是 在這些危急關頭都沒得說 沒得想那麼多 總之就不是說寫幾點什麼 希望大家都能夠相安無事 因為始終現在的情況都很空險 另外 這個河北 鳥州 暴雨多地被淹 更加看到有個地方 穿了個大洞 那些水就好像人家的天然大洞 變了一個吸水的地方 哇 那些水在那裡排走 很恐怖 好像人家的世界七大天然的景象 這些情況 現在看得到都非常令人憂慮 在河北方面 最少九個人死亡 六個人失蹤 更加有傳五千名村民被困 所以除了在北京之外 在河北現在都出現了大範圍的水災 接著在昨天下午 這場強降雨造成河北省87個縣 超過五十四萬人受災 其中有九個人因為災情而死亡 也出現了嚴重的水浸 另外說到有網民在網上求救 就說他們位於城西的桃園大街大馬村 他們的水深已經超過四米 四米 哇 整個泳池 已經去到二樓了 周邊的圍牆已經倒下了 隨時擔心自己的房子倒下 需要緊急救援 真是非常恐怖 所以現在的情況都是比較惡劣的 今年經濟損傷 隨著這些強降雨 真是蠻嚴重的 在福建省 最少現在是二百六十多萬受災 經濟損失已經超過一百四十七億人民幣 你還沒計算北京 還沒計算河北這些位置 可想而知這一場雨 還有 其實另一個颱風是接下來的 卡奴在沖繩 首先現在會先賣過沖繩 大家都沒得走了 沒得去了 接著會去哪裡呢 看一些天文路徑圖都不知道 又說有可能會翻兜 即是過完沖繩再飛回沖繩 有些就說可能會直指回到內地 現在還要看 所以是不是真的一浪接一浪呢 另外 解放軍現在都出動了 派了四架直升機 在北京的門頭溝地區 進行這個空投物資 你想一下情況都是多恐怖 這個災情 好了 講完這些災情之後 跟大家看看 蔡天鋒這件案件 因為蔡天鋒這件案件 在七月尾再次開庭 想不到 竟然有疑犯 就可以保釋 保釋 保釋會不會一陣子走路呢 究竟結果出來了沒有呢 我們現在和大家看看 根據這件案件 其實一共有六個人 先後被拘捕 甚至起訴 鄺市一家 更加有兩個人 因為涉嫌 幫鄺廣治逃走 被控協助罪犯犯罪 這六個人 在七月尾 分成三件案 在九龍法院再次提訊 全部被告暫時無需答辯 控方就把這三件案件押後 再到十月十一日再審 等候進一步調查 看來 那些證據好像還未足夠 還是有些事情要疏離 所以暫時未能夠 現在很仔細地再開庭審訊 可能真的要時間給警方 去處理一下究竟 可能的資料 因為你看到早前還在重組案情 始終這件案件都比較大型 看來都要時間 好了 看來都要放到十月了 更加說到裁判官 最後批准押後 而鄺市一家四個被告說 沒有申請保釋 就繼續還押 但是兩名被告人 就繼續用相同條件保釋 一位姓潘 一位姓林的被告 這樣的 一位姓潘的女士 之前在網上說過 又說她無辜無成 懷疑就有份 從被告控罪指出 他們有份協助抗港治走 這件案件在內地 有些網民說 又拖 一拖再拖 拖拖會不會告不入 最後 我猜應該不會吧 現在就是 我看回形勢 應該就是 希望有足夠的證據 希望最後一次過 就可以搞定 不要再有些 痣痣漏漏漏 甚至乎 如果被人 真是找些孔孔孔孔 捐倒出來 然後證據不足 這樣 疑點歸於被告 拜拜 這樣被他放出來 那不就得了 我猜應該不會吧 如果真是 當庭釋放 哇 我猜真是兩岸 三地 全部大新聞都像 這宗國際新聞都像 真的變成如果是 那當然 都要審訊 如果你證據足以 又不能夠坐進去 那真是恐怖了 當然 現在就可能要搜證 那 所以看看警方 究竟本身掌握到多少資料 那 繼續被他們 叫做 兩位被告人 疑犯 保釋 有人就說 會不會擔心他 潛逃呢 那很老實的 現在 他之前都保釋開的 都沒事 那 那 是不是交出了 那 應該也是 沒那麼容易被你走得到的 那 儘管看看 十月再有什麼新的消息 好 跟著 看看廣州方面 出現了 出現了 有人拿著把刀 挾持一名過路女子 廣州地鐵 這又涉及安檢的問題 坐地鐵安檢必然 他們都挺嚴格的 你 真的拿著水 都叫你 在面前喝一口 過小鎮機 都叫你 走回頭 為什麼可以又拿到把刀進去呢 我們一起看看這件事 這件事件 原來是一天前的 一名二十五歲 陳某君 就在廣州地鐵七號線 這個 G出口的安檢門口 拿著 哦 即是還沒進去 拿著把水果刀 就突然之間在後面 抱著一個走過的女子 跟著這位女士 突然說 她有刀啊 跟著人馬上 哇 廣州警方接報 立即啟動應急處理機制 在兩分鐘之後 極速把她制服的 哇 真快手 那事件當中 又沒有人受傷 那什麼事呢 還不知道 現在就調查當中 有律師認為 這位男士在公眾場口 拿著把刀挾持女子 就可能已經涉及綁架罪了 追寵了 判十年以上 甚至無期徒刑 哇 她是不是沉死了 真的不知道 這些人 另外也跟大家看看一則新聞 東莞 有個男士 竟然將公德商 當私人提款機 這麼糟糕的事 你都做得出 自製神偷 神器偷香油淺 哇 這樣 你真是 對了 捉了他打把 這件事在東莞石龍 當地警方接報 就說石龍鎮某個寺廟的公德商裡面 有些財物被盜 不見了二千元 警方發現了一名男子 刑跡可疑 原來他在凌晨的時候 先後潛入了寺廟 偷了幾次 警方鎖定嫌疑人之後 迅速在張木頭鎮 拉著一名姓王的嫌疑犯 原來他一六年曾經偷過 已經 亦被廣州警方行政拘留 他用什麼神器呢 原來他用一條長香的頂部 黏著雙面膠紙 跟著可能那些棍子 被你插進香爐裡面的位置 領雙面膠紙 然後伸進公德商裡面 黏著銀紙出來 這樣你真是黏筋的 有人又說 如果佛祖原諒他 你們就原諒他媽媽 又說 菩薩報警嗎 如果菩薩給他拿呢 這樣 那這些錢 你先問一下寺廟 另外也要跟大家看看 在上海 現在多個夏令營爆發手足 口病 糟糕 怎麼辦 那些年輕人都病了 想著 充實的暑假 給他們興趣玩一下 誰不知全部病了 上海有位徐小姐 在網上瀏覽到 黃暴少年夏令營的宣傳 想著幫小朋友報名 一個星期 2490元 而報名的時候 當局方面 就說有全程實時直播 更加會對一日三餐 健康狀況紀錄再按 但是在七日的刑期當中 這個刑是下令營營 怎麼這麼寫的 那些媒體 刑期 這位女士就說 跟小朋友通過一次電話 還要沒有實時直播 健康狀況也沒有記錄 涉嫌就懷疑人了 去到七月尾 小朋友下令營結束之後 回到家出現了低燒 喉嚨痛這些症狀 更加出現了手腳小紅點 第二天入院檢查 發現了手足口病 我媽媽一問才知道 原來 營裡面有很多個小朋友都有類似症狀 而且宿舍衛生非常之差 宿舍又沒有槍 潮濕又暗 更加發霧 衛生的廁所 臭到一個點 嘩 是這樣的 而另一位家長 張先生的兒子也中了招 這件事件就說 試過有家長的小朋友 就讓他們早一個禮拜去 開營主辦方突然要求他們換營地 就說 原先的營地就爆發了一個流感 就叫他們轉第二個營地 但是過幾天之後 又說另一個營地爆發 手足口病了 這件事件就覺得 有人就說 是虛假宣傳 為什麼虛假宣傳呢 因為你又說說可以直播 又說可以看到 監察到小朋友的健康情況 全部都沒有 這樣 現在就看看內地官方怎麼處理 所以有時候都是 參加這些訓練班 好的 原意是好的 但是人家就隨便隨便 好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 關於江西 有位村的官員 竟然走後駕駛 撞死一位九十幾歲的老伯 接著 涉及九位幹部 就捏造證據 隱瞞這件事件 嘩 撞死人 還要不報 還要造假 這些真是該當何罪呢 外地的媒體報道 這件事件原來發生在六月中 江西省其中一個鎮 興國縣龍平鄉高村 有一位九十幾歲的村民 姓曾 被路人發現到 他人撞倒了 就躺在路邊草叢 送到醫院之後就證實死亡 家屬事後發現到這位老人家 不是自己摔倒了 原來是被村幹部一位姓黃的人士 駕駛撞倒的 這位村幹部涉事之後 竟然還要遇事不報 逃離現場 那這一宗奪命車禍 揭發了 有九名鄉村兩級幹部的案件 原來這位撞死人的村幹部 在交通事故之前 曾經在別人家裡喝白酒 這個飯局還有其他的書記 那些鄉村兩級幹部就參與了 家屬所以質疑 這位幹部在喝酒撞倒人之後 逃離現場 其他人存在包庇 作假證供的行為 那這件事件呢 最後被內地再上一級的官員 踢了出來 現在呢 全部捉了去調查 那應該就 我覺得 是不是要以命賠命呢 看看到時候他們怎樣去處理 好 跟著 看看一宗 這件事件 說到這些景點遊是壞的 你又要收到別人這麼貴 還要攬收別人的費用 之前我們說到去過廁所 要發紅包 現在貴州 貴陽市 出現了 有些遊客 因為突然下大雨 滯留警區 打算避雨 但是這個警區的工作人員 趕著遊客出去 走啊 你出去淋雨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這個地方要清場 你不要妨礙我下班 臨雨你的事 不關我的事 這樣 這樣也可以 那怎麼辦呢 現在呢 警區的管理處 就 就說了 已經對這個涉事工作人員 進行嚴肅的批評教育 承諾之後 就會處理這些突發的機制 罰他 應該 好了 跟著呢 和大家看看 有些人 要帶老 才可以的 經常都說 你為了自己的自私 就妄顧他人的性命 為什麼這麼說呢 有位大媽 就在這個颱風底下 就按邊打卡 更加呢 後果當然是不堪設想 是不是要人救呢 那我一起和大家看看 先看看 那 有一位大媽 就自己 站在一個非常之風高浪急的懸崖邊 打開對手 就好像鐵達尼一樣 要針叫針 那 拍一張照片 哇 然後下一秒 浪 一下子 扯過來 大媽都不見了 好了 有人就說 你這些白癡 轉過頭 又有人下來救你 你是不是低能呢 這件事件 就引起 大家在這裡 研究一下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有人就覺得 那些人 打卡 永遠都不看現場情況 好像前堂崗 看那些潮帳 有些人走都走不及 轉過頭又要找人員 救援人員 走去救你 什麼自私 轉過頭 什麼都搞到人家 那些消防人員 在一個新犯險境 那時候 你怎麼賠回一條命給人 如果人家真的救到你 但是自己喪失了自己的性命的時候 所以 有些人就覺得 這些叫做 沒有腦的行為 就麻煩了 收斂一下 這樣 我都覺得是 有時候大家 真的很喜歡去看浪 打風 這些自私行為 經常都說 超 洗你狗 到時候真的洗你狗 是不是真的可以不夠 當然不行 好 那接下來 也和大家看看另一則新聞 關於 現在內地 出現了一宗 有個小妹妹 零食檔政策 然後 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病 經常都說 哪裡可以的 你怎麼看自己的小朋友 這位小朋友 在這個河南省 有一位十三歲的小妹妹 平時 就因為 暴飲暴食 將零食檔政餐 這些壞習慣 竟然 引發起 疑狀發炎 甚至乎一度休克 不要說只是小妹妹 各位朋友 你也是 在公司沒事做 有空就找些口垃圾吃 吃到飽了肚子 晚上那天就吃不下飯 到時候我們經常都被人罵 對不對 好了 這件事件 進了醫院 更加一度休克 說到 令人憂慮 原來這個小妹妹 在過去四個月第二次入院 醫生 想著換血漿 進行這個 透色分析的時候 發現到 這位小妹妹的血 全部都是奶白色 哎呀 真的 那些血全部都是肥油來的 真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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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也可以告訴大家 不要吃那麼多這些東西 吃得到 沒有益的 真是拿你命的 好 另外也跟大家看看 南京 什麼事 南京做什麼事 原來 有些人很喜歡用護膚產品 在內地也會有一些 忠誠藥的護膚產品 想不到這位女士 越膚越嚴重 更加說到 膚到自己爛臉那麼恐怖 所以 有些人去淘寶 買一些內地的化妝品 之前不是說到很重水銀 嗯 現在 大家真的要小心 不要亂來 用一些信得可靠的 有保障的東西 才可以 亂來 這位南京女士 因為用一些中藥劑的美白淡斑產品 導致自己皮膚出現嚴重脫皮 發紅和痛 搞了半年才勉勉強控制病情 但是搞到已經 那個皮膚變得非常之敏感 只要有稍微冷縮熱脹 那臉就會非常之紅和癢 那醫生就判斷他 唉 沒得救的啦 唉 沒得救 這次官方調查究竟他用了什麼化妝品 原來他們發現這些化妝品裡面 超級多重金屬 其中有些重金屬元素超飆過千倍 有內地媒體指出 經常說那些什麼儲方、藥方、消炎、特效、頂級的化妝品 都在裡面涉及這些違禁的東西 所以大家去買淘寶 塗麵、塗粒粒那些 大家要注意 又說神鮮水、藥膏 塗完包你也好 一開始可能沒什麼的 小小的時候還可以頂得住 多的時候你自己真的要小心一下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山西有一間抗業公司 被人踢爆近二十年 先後隱瞞四十宗安全事故 而這四十宗安全事故當中 更加造成四十三名抗工死亡 現在目前警方介入了 包括公司兩名主要負責人在內的二十八人 被警方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有十六名公職人員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哇,你想一下 官商包庇 這些事件一件都嫌多了 何況這麼多人命 涉及 看看內地官方怎麼可以把這些東西弄出來 真是嚴重 好,那今集整天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其他東西,拜拜 拜拜